因应疫情全国推出实联制 民众外出都要遵守实联制的措施 而华林县万荣乡公所为65岁以上的长者 特别制作了实联制连续章 解决部落长者不会书写的困扰 全国的一个发送实联章给65岁以上乡民的乡镇 实联制是目前为了防疫需要而所做出的防疫措施之一 手机扫QR扣码 发送动作就可以进入店家购买商品 但这对一些身上不一定有手机 或者是有一些对3C产品不熟悉的民众来说相当困扰 万荣乡公所特别运用乡运算 为全乡6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制作实联制连续章 贴心也方便长辈乡民 华林县就有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我们的原住民老人建了一个超商购物 因为不懂得书写这个连名字 招一些店员跟客户写了一些争执跟被谩骂 所以向上这里有感而发就针对我们万荣乡公所的65岁以上 经过我们社会所赖淑珍首长同意的一个运筹 及采购制作了市民制的连续章 针对我们万荣乡公所以上 购置了551个印章发给我们的老人 那采购之后我们的首长交给我们各村的村长及出门市到老人的居住的地方去发放 让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个实名制 给他们一个方便的一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措施 所以在发封之后呢也受到了良好的一个回响 乡公所也一共发出了551个连续章 古明光表示考量乡内原住民长者居多 家人多半在外工作 长者外出采购 办事必须依靠店员协助实联制 公所编列预算 为全乡551名65岁以上长者制作实联制连续章 刻有长者姓名电话 附上钥匙圈方便携带 让长者在疫情期间的实名制更为方便 记者林杰万荣江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